今天跟我們去台中在地的市場 搜尋隱藏版的美食吧 它就是做的好香喔 剛才看老闆在切 老闆這個包包很適合 這樣很好吃也很香耶 難怪 這個評論說這個很快就賣光了 大家好我是萱萱 我是傑聖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錄一個新系列 就是這個傳統市場的系列 因為我發現呢 其實台中非常多這種在地的市場 而且這些在地的市場 其實就是生意都很好 然後呢每天就是伴隨著大家 我就想說那我們來挖掘看 這些傳統市場裡面有哪些美食好不好 Let's go 那我們現在能在這個大墩路上 那大墩路上呢 它從這個五泉溪路到公寓路這一段喔 裡面就已經有三個市場了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來這個 靠近五泉溪路這邊的大盡零售市場 跟文新第一黃昏市場 這個市場的好處就是它有一個可以停車的地方 因為它是營業寫2點到7點 然後每次這個時候都超級多人的 對停車的也很多人 然後還有專門指揮的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 馬卡爾可以逛馬路夠 我們逛了一下這個文新第一黃市場 我覺得算是很乾淨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味道 而且貨真的很多 各種各樣的 然後都蠻多的 人也不少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它有什麼好處的 然後我們現在先來買這個東山鴨頭 熊蛋姐 要來吃剛剛那個的東山鴨頭 滷的蠻軟嫩的 就有的東山鴨頭太甜 然後或是太乾 我覺得它不會 這剛剛好還是有濕潤的 然後還有肉的口感之外 它這個醬甜甜的鹹鹹 但是不會太膩的 剛好好吃 好我現在來吃它的脖子的部分 我覺得脖子的部分也可以 不會太鹹不會太膩 不會太甜又不會太油 而且還有Q度 不是那種很硬的那種東山鴨頭 好現在來吃到那個鴨翅 它鴨翅可以幫你切開 然後切開比較好油 也是好吃的 就是Q度啊 醬料啊 香度啊 都很剛好 難怪 這個評論說這個 很快就賣光 我剛有吃它的皮 我很喜歡欸 它的皮QQ軟軟 然後又入味很香對不對 沒錯 一心要的 就是這樣子 然後 它的醬料很好吃欸 然後又 不會太甜 它是很明顯的 你是很Q軟的 對 每次都是Q軟的 然後不會讓乳酪太硬 然後又不會太爛 就不會太爛 對 就是熟度很剛好 然後又有入味 它明顯是好吃的 原本它對它沒有 適合期待 我覺得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的東西都 軟硬度都很剛好 然後鹹度就是 熟度剛好 然後鹹度也剛好 不會太鹹 然後又有入味 它醬料就是好吃的 這很順調 蛋很好吃很香欸 那個麻辣有要吃 麻辣有要吃 你可以吃一顆 它蛋有一點那個 鐵蛋的那種外皮 但是它沒有那麼硬 就是很香 有一個很香 它滷的 它滷滷進去 真的很好 它蛋很好吃 它這樣想好吃的 對 好我現在來吃吃個鴨蒸 它腰筋是比較有嚼勁 但是也不會太硬 它的醬都是好吃的 它有是說要切薄片 還是 切塊段 切塊段 可是我知道它跟其他家的 其他 它已經 超嫩的 其實它滿嫩的 我推進給你們 這個中山要吃 就說 稍等一下 它好像在Google上面 沒有那個 找不到 沒有地標 但是就在這個 市場裡面 好那我們現在也在這個 市場上面這個 翻轉幸福味 食材飯 對 這間店我們非常常 給烏克益 我們很喜歡吃它的炒飯 對 對 那我們剛剛現場是有一個 外帶包裝 一個是內用的 因為我們要順便買回去 給弟子跟阿媽吃 我們也吃不下 所以這個 畢竟是外帶的 先用外帶的包裝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 我們現在來吃啦 一個是雙白菜 雙白菜 豆絲 一個是剁椒牛肉 它有剁椒跟椒麻 老闆說那個 辣的味道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不是辣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只要綁而已 我們先吃這個 酸白菜 酸白菜是我每次都是寫一個 的味道 所以我超愛喝的 它的酸白菜的酸度很棒 還有它一個炒麥 它炒麥是粒粒粒粒 然後它的蛋香很香 很甜 對 好吃到肉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精髓 它要炒洋蔥 所以就會很香甜 有洋蔥的香氣 我每次點這個的時候 我唯一就一個困難 可是我很多種都想吃 就不知道點哪一個 它還有一個古早味菜鍋的那個 我也很喜歡 很香 它的口味都滿好吃的 而且每次都有油 但是點哪一根 我每次都想吃 來 我要吃這個 剁椒牛肉 超賣 它下面還會投一個 溫泉蛋 它真的是剁椒 好香喔 就很像我們之前在加一那個香腸 那個 那個香氣 這個很香耶 而且不會辣 不會辣真的很讚 這個味道很香 喔 這個一咬心的味道就放上 就是那個剁椒的香氣 很讚 我認識很難吃耶 而且它牛肉不會太老 然後它一樣 它是剁椒很香之外 感覺到蛋的香氣跟炒飯的香氣 如果你們喜歡吃辣的這個 一定很讚 好 然後我們也很常叫它們的 就是炒乳味 它炒乳味是要把泡麵 然後一些乳酪 都炒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也很好 你也可以直接當成一個午餐 然後現在 你看它有點那個 它的焯水 它焯水的味道喔 把它香 也是很香的 它炒乳味的肉 它炒乳味的肉 不太一樣 跟炒乳味的肉 不太一樣 嗯 很香 是有嚼勁的口感的肉 是有嚼勁的口感的肉 有嚼勁的口感 是有嚼勁的口感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是有燙 而且有燙 它這個炒乳味很香 那如果你們在彈 哪些炒乳味 這間那邊推薦給你們吃 是不是 翻轉幸福味 對 好那我們來吃吃看那個生魚片 原力吞生魚片 然後我看上面的評價是寫說 它沒有像一般那種市場 那麼便宜的那種價格 但是呢它又沒有像居酒那麼貴 但是它的魚的種類很多 也很新鮮 然後品質有去購物品 然後我們去看看 原力吞在這邊 Let's go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原力吞生魚片 因為它上面是有一個薑肉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各種 你也可以跟老闆熟 每一個可以有一個切一口 然後就可以吃很多種不同的魚片 而且它每天的魚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特殊魚 對 現在我們今天有一個是這個 我們是這個 台湖直送魚閃騎 我們有吃過這個 但我們就先來吃飯 那因為薛薛喜歡吃 所以另外有一個鮭魚肚 好我先吃這個海鯉 然後看老闆在切 老闆一直到這裡 撕毀了 海鯉 海鯉就是有一個鮭魚肉的 鮭魚肚子的神器 它的鮭魚肚子 今天是 製缸 然後它的製缸 那蠻缸就是來自日本的 他說日本裡面的養殖 是幾乎稍微穩定一點 有清淡那麼難 那我們現在吃的是清淡 嗯 嗯 嗯 這個口感超好多喔 對不對 這個人的 完全完全不同的感覺 都是好吃的 都是吃的真的是新鮮的 然後我要吃這個 台東食蒜魚閃騎 嗯 嗯 鮭魚閃騎的味道正常 這不是什麼特別的 它是魚閃騎是新鮮的 它有加進一點 然後最後這一個是鮮鮮 我覺得鮮鮮好吃耶 我非常喜歡鮮鮮的鮮鮮 還有那個鮮鮮 所以我喜歡鮮鮮鮮 這是魚的鮮氣的不一樣 身邊的魚味有種 會不會講太有香味 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還有一個香氣 就不太一樣的事情 接下來是這個鮪魚餅 欸這隻的 我覺得這生魚片真的很新鮮 而且吃這生魚片我都會看來就是 用推進大自然的口感 而且在大牛油所以 你真的可以去享受它細微的口感 味道很差 都可以去任何位置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海膽 老闆家那個海膽是來自菲律賓 然後可以沾一點糖包的醬油 然後芥末就看貴 好大喔我沾一點醬油 我感覺是有一個很棒 有一個很濃的油味 其實這個美麗的口感味在你嘴巴裡 我覺得很好吃喔 那是一種很濃郁的味道會在你嘴巴裡 你就是整個充滿你嘴巴 那是一個海膽心下的味道 我真的很想有一天去潛水 然後去把它擦完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陷阱 我是看那個 你那潛水人就想這麼做 每天我就真的去朋友這樣做了 然後這邊如果想要來市場吃一下 然後這個生魚片 然後這個圓力吞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所以就可以拿去下家了 這間鵝肉也很好吃 我們很常開車過來買 因為這個大禁公有零售市場它是早市 它的營業時間是七點到一點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十一點半了 所以市場的攤販差不多都休息了 但沒關係我們還是有一些攤位 我們還是去吃吃看吧 我們發現大禁公有零售市場 它這邊有一個特色是 它蠻多素食的小吃的攤位 而且它的素食的小吃攤位的評價都好不錯喔 好 那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另外一間叫品香蔬食 對 然後我在網上看到什麼 就是它的這個 還有臭豆腐黃子麵 上面是說它的芭菜外邊很酥脆 看來就很酥脆 它裡面放很多 很多菜 豆芽菜跟白菜 然後上面還有這個 海苔跟金針菇很不錯 綜合起來我覺得很好吃耶 還有這個是什麼 蘑菇嗎 蘑菇 你的順口 它的正很清爽 而且好像在炭炭煎的時候 我發現它沒有很多油 還是很脆 然後這個人是有吃過最清爽的蘑菇 對不對 它這邊比較多是蛋 比較小的辣椒那個 對 它根沒有很多 它現在多一點 我好像比較喜歡這樣 然後老闆一樣說 可以用他們自己做的這個辣椒 它就是他們自己炒的炒天椒 它就是很辣 所以你不敢吃辣的人 你可以 只要一兩滴 它就那個香氣會上來 嗯 黃又聞的就很香 好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炒天椒 嗯 我覺得可以很香 這辣椒很香 真的是加炒天椒 它有香氣的味道 本來很清爽 然後再多一個 很香味道 但是好吃吧 這個它真的可以煎 它不加更好吃 不加更好吃 加也好吃 加也好吃 然後我們來吃看它這個 麻辣臭豆腐王子 它臭豆腐靠在一個了 厚得連別 為什麼它很厚 它很厚 還可以 好辣嗎 還好 我本來以為市場的美食都會比較重 不會 因為今天吃的都很清爽 它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沒有可能 它這個臭豆腐醬是麻辣 是整體當中很清爽 吃起來是很舒服的那種 臭度我覺得做更強大 然後質地也還可以 好 原來的老闆說它的臭豆腐是 還是生坑 生坑的臭豆腐 難怪它吃起來很紮實 對 然後久久也不會來 真的很紮實 沒有看它很甜 對 你看璇璇剛剛在吃臭豆腐的褲 這個褲子就可以差不多吃了 我有一口嗎 還好我有記得問他 不然我們等一下再去幫忙 我覺得褲子褲子很不錯 璇璇很愛褲子 璇璇很愛褲子 要不然其實雖然褲子 可能會覺得有點複雜 不會 臭豆腐這個我喜歡 我個人也蠻喜歡的 品香 好了 我們現在先買一個 酥酥酥 對 它的東西很便宜 你看這一碗 炒麵 小份喔 30塊喔 這小份很大很便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這個白葉肉跟豆腐 你看它的這個 菜尾跟糖 這樣全部一半塊 這樣全部一半塊 這碗菜尾跟燈湯 它是40塊 它裡面它有加一個 就是可能是類似炸 炸豆包的感覺 然後老闆人跟我說 這個是要加它的白醋 但這個蠻好吃的 那個豆包 它這個炸也蠻好吃 然後它炸也蠻好吃 然後它尾跟燈湯的味道也是 很甘甜 就是有些燈湯 我不喜歡 像它那樣的 很甘甜 很甘甜 我覺得它好像很甘甜 新鮮菇 木耳 然後小白菜 我覺得最好吃的粉湯 我很喜歡 很清淡的 加一點白醋喔 加白醋多一個香味 我真的愛吃肉的 我覺得這碗味很適合 它裡面還有一個肉更好 我們來吃看看 它炒麵是這種黃麵的 它裡面有點肉 然後這碗炒麵這樣子 要30塊 然後小份的 就超過了 很厲害 對阿 如果有些食量不大 你現在30塊 就煩出了一餐了 它這其實不是豆 應該是豆人嗎 很脆脆 就應該一顆一顆 圈圈的在一角 很清爽 但是很簡單的 我講過 然後因為它有提供兩個醬 這個是腐乳醬 它說腐乳醬是比較不辣的 然後另外還是香醉辣醬 然後我看網路上平淡 就說一定要吃它的香醉辣醬 可是我剛剛沾一口 超級的辣 那我先熱一點的這個 豆腐 豆腐 再來吃吃看 那豆腐都好吃耶 很香對不對 這豆腐很好吃耶 很香辣醬 我來吃吃看 嗯 這香醬辣醬 很香辣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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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來吃這盤 豆腐跟白夜 豆包很紮實 豆包很不錯 豆包很不錯 滿滿滿的 但是不會太滿 這好吃的 豆包很好吃耶 不錯不錯 好吧 那我們先繼續把它吃完 然後那個就是 零液防蔬食推薦給你們 不管是吃素的朋友 或是沒有吃素的朋友 我覺得可以來吃 香的地瓜球 萱萱最喜歡吃地瓜球了 然後這個大晋公友零售市場 這邊也有一攤地瓜球 然後它是三點才開 它的聲音很好喔 這是我很常買的地瓜球 地瓜球愛好的 我希望你咬下去喔 它吃一身 對 因為地瓜球很好吃 因為它這菜冷掉下去很好吃 而且都不油 然後表情很舒服 然後可以選口味 原味 梅粉 跟麵糊 因為有的地瓜球 你大家覺得它羊肉很空心 可是它不會 它裡面還會有一些 咬下去那些滿滿的 然後有的又會太硬 可是它會不會 軟Q度剛剛好 那重點是我覺得 吃到它這個 地瓜香 對 就是每咬一口 那個香氣都很吃上 比例要剛好 很好吃 好吃 好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 餐廳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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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點它的這個酥 跟脆皮肉丸 它的脆皮肉丸 它是小小的 對大份是三顆 小份是兩顆 然後我們點兩顆的肉 裡面很多的蒜泥耶 它裡面還超脆的 它裡面還超脆的 對阿 裡面超脆的 它它外脆的 滿滿滿滿滿的 而且裡面還脆的 然後裡面還脆的 你覺得很好吃 蠻特別的 蠻好吃的 對 好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肉 肉 這我覺得是正常的拉脆 因為它的皮質很脆 皮很透脆耶 我們之前也在那個 章話區的 也都不知道 外脆的 章話的它可能是整個都脆 然後它這個是外酥 但是它 外酥脆是薄薄 所以它裡面的 酷度是很存在的 發現大興市場 每間店 他們都要 手工採蠟燥 最近也是 對 每間都說手工採蠟燥 這辣椒也不錯 它每天辣椒都這個 很辣 以辣椒來說 目前我們最喜歡的 是那個 超酸的辣椒 以皮來說我覺得皮很加酸 我會 因為它的皮 會想要再來吃這個肉圓 然後它今天還要賣麵餡 那我們就移生法 我們就沒有跟它的麵餡 小生肉肉圓麵餡 完食 肉圓麵餡 完食 今天在地市場的美食 大成功 我覺得都很好吃 對 而且算是有超出我的預期 對不對 我應該是會再拍下一集 因為今天這個感覺很棒 那如果你們家附近有什麼好吃的次場美食 會覺得這個次場美食 真的是一定要必拍 歡迎留言跟我講 對啊 那如果說你們要坐捷運來的話 離這兩個市場最近的台中捷運站 一個是南淳站 一個是文新森林公園站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喜歡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和追蹤 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 掰掰